有人说立能老师我在美国学计算机读本科或者master怎么选学校 我告诉你 你就选离硅谷近的 离加州近的 离加州离硅谷越近越好 能去Stanford或者UC Berkeley就去这俩 然后不行的话就去UCLA USC UCSD UCSB这几个学校 UC Irvine UC Riverside 然后或者更好的UC Santa Cruz这个离硅谷更近 然后好多其他学校 好多人就说其他学校排名挺好的 这个50名 这个加州这个80名 我要选加州的还是美国的 我说你好无疑问无脑选加州的 什么UC Davis这个离硅谷那么近 你到中部大农村的一个学校去 你跟谁去面试 跟谁去找工作去 就是这个离硅谷越近 你会找到在硅谷找到工作的机会越大 你的离硅谷越远 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想到到你 去Nebraska 你去什么Wilming这些地方 谁想到你 您去哪投简历去 您的这connection跟那个没有关系 就好像打个比方吧 你想去北京的阿里巴巴 想去北京的那个字节跳动 你是在北游这个好呢 还是说你去那个兰州大学好 你想是北游好啊 北里什么北京科技大学 哪个都比兰州大学好 兰州大学是个好学校 非常好的好学校 但是你离北京远 你去字节跳动 你去阿里巴巴 没有人去 没有什么校友 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东西 没有人去单独去那招聘 好多连州转的给你招聘 没有人去太远 这个非常不好就叫像比如说你去上海公司 你目标去上海公司 你一定是交大负担是最好的 然后什么同济什么什么 这些学校一定比你什么在什么四川什么 或者是贵州那些学校要好 哪怕是四川大学这么好的学校 你离他越近 你离他那么远 你肯定不如离他近的那些学校招聘的好 对不对 人家真的有一个startup 一个企业财务自由的一个机会 那人家肯定先想到的是从上海本地找人 不是说到你的那个四川到贵州去找人 没有人那么想 所以说离贵谷近是最好的 然后其次有些大城市 就是比如说纽约 然后Boston或者是西雅图 这些地方都没有问题 你UW或者是纽约附近的这些学校 哪怕SIT斯蒂文斯理工都没有问题 然后剩下的你按看排名 比如说UIUC什么这些 UIUC你不用担心 因为所有公司都会去UIUC找聘的 他们不会错过这个的 但是我说其他的那些学校 你就看个排名 我比那个排名好一点 或者是这个学校在村里头 但是排名好像好一点点 然后我要不要放弃硅谷的机会 或者加州的机会 我跟你说不要放弃 加州真的是 你想你那些硅谷的公司 那些HR都是加州的那些community college 或者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他们一定对加州学校最了解 你中部一个农村 可能中部好多州或者是农村 他们自己都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 那个学校他不会给你面试的 就在硅谷在加州 或者是哪怕加州的学校 他都会有一个更加熟悉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